另外再带您看到的是新装文艺中心呢 目前在一楼的这个艺术厅的AB厅呢 分别展出画家萧续阳跟李秋渠 这个画家的这个双个展 那么超过上百幅充满艺术美感的这个东西方作品 一同展出机会可以说是相当的难得 也欢迎大家这个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在4月20号至22号之前前往观赏 新装文化艺术中心自即日起到4月22号 在一楼艺术厅AB厅分别展出画家萧续阳 水彩画与李秋菊水墨画双个展 百余剑东西方绘画的精致与美感 以赐满足所有喜爱艺术的市民朋友 欢迎朋友在展览期间礼礼欣赏 这一次有想画的一些作品都有带到了 比如说我到七谷去写生 然后有把七谷那个柯亭也带到 然后又到了野外去采的那个 就是芙蓉花 因为很喜欢芙蓉一路三遍 然后我是看他百看不厌 就很喜欢他 然后就画下他 也有一些代表作品 欢迎民众大家有空到 现在文化艺术中心来欣赏 画家用多年累积的经验绘画 将其生命历程与创作观点呈现在画作上 汇集了历来最珍贵的感动与回忆 以综合的题材呈现各式意境 这次我的水彩 以新庄警官楼为主 在不同的角度 阿公砍孙儿来警官楼 还有警官早上六点的时分 他们这些白衣红裤的太太 跳着园剂舞 非常美妙的律动 大家来欢迎大家共同参与 谢谢大家 双歌展所呈现的作品内容 丰富动人为民众带来视觉上的体验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 不同理念呈现中西文化呼应的展出 欢迎艺术同好者共襄盛举前来观赏 永佳的新闻新庄采访报道 我发挥了 比如说